大家好 我是王子華 生命是無常 我素來都知道 所以我素來都很怕死 在四川地震之前 我經常擔心 香港會地震 我經常問自己 如果在香港地震我們會怎樣 你不怪我問你一個問題 因為住在我隔壁屋那位 那位主婦每天她兒子 一出門口她就會跟她說 不要那麼大力砰到門 會砰塌一層樓 如果大力關門都會 關掉一層樓的話 一地震我們都很危 如果我能夠由家走到樓下 我們知道地震是 我們不應該處身高樓大廈的左右 那你在香港應該走去哪 你走去哪 你只能夠走去維多利亞海港 各位大家出面的中間 即是如果香港地震 大家只能夠約在海底隧道樓上等 我問過很多人 如果香港地震會怎樣 沒有一個人能回答我 我自己都回答不到 直至這次四川的地震 我知道我們會怎樣 各位 如果我們是香港地震 所有的中國人 都會伸出援手 來幫我們 這次四川地震的經驗是 不單止在香港 四川 南川 北川 只要在中國任何一個地方 我們有災難 所有中國人都會伸出援手 這次四川地震教了一句 最強的說話 我聽過 各位 我有史以來聽過最強 是我的兒生仔教我的 他不懂做功課 叫我教他 我說我沒有時間 然後他跟我說 舅父 一方有難 八方支援 說一次 給四川的同胞聽一下 一方有難 八方支援 普通話 二方有難 八方支援 我們這次做一件事更厲害 我們這個叫五一二關外行動 不是五一二一時衝動 因為我們這一次這個支援 是一次支援 最少七年 大家記得 我們有五一二 一個很吵架 很恐怖的數字 同時 我們怎樣能夠戰勝這個數字 我們有 一八一七 是什麼 一方有難 八方支援 一次支援 起碼幾多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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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